來到臺北勢林的葫蘆寺參鄉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為立委參選人王世堅站台 立法院長尤錫坤和同黨支援員 也都到場 但黨內初選落敗的現任立委何志偉 沒有現身 賴清德隨後也趕往內湖 跟十七號的壽星高嘉瑜 一起切蛋糕慶生 這也是尋求連任的高嘉瑜 獲得綠營提名後 首次在他的選區與賴清德同臺 綠營跨派系立委和施議員 紛紛出席力挺高嘉瑜 試圖打破暗住臺灣基進立委參選人 吳清代的傳言 在港湖地區如果分裂 就是保送國民黨 就是讓國民黨贏 讓共產黨笑 今天也用實際的行動 來告訴所有在港湖的好朋友們 一定要團結一致 一定要讓國會過半 一定要支持高嘉瑜 否則就是在被刺賴清德 向支持者大聲疾呼 畢竟臺北市港湖立委選戰 泛綠陣營分裂 讓高嘉瑜的連任之路 絲毫不能掉以輕心 華視新聞 這缸林志淳 艾斯小組台北報導 我可以成功 那一回是我